對呀, 大家好 今天恆子由失禁無神 彈回到28,600這個位置 但對於我來說 說服力不足 近來美國有些對沖基金爆了煲 之後陸陸續續會否有 火燒連環旋、骨牌效應 都要小心 但一件事肯定華裔街那邊 一定會deliverage 即是把槓桿下去 之前一路炒開 都是一些高估值 科幻股、事夢率 這些概念 似乎接下來都沒有這支歌仔唱 大家要小心一點 再加上美國的十年債息 就夾回去 再上去一堆七五 近年的高位 要小心一點, 雖然見到港股的反應 不是太大, 但今晚可能 美股的反應會大一點, 就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始終來講 那個債息抽上去 對科網股 或者其他大股 要拆倉 或者要退出資金成本 都是要小心一點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 今天的港股的反彈 是一個死貓彈 期指結算完之後 還有機會再試 二萬八千點這個低位 四月會非常兇狠 放假應該乖乖地 這兩天最好靜靜地 坐下吃花生蒜